祝各位身體健康 上個星期我講過一些太過依賴電視轉播費收入的英超球會長期沒有比賽的話 理論上是可以破產的 當時嚇到有個愛華頓球就很害怕 但這些其實不是我嚇大家的 是一些財務分析師計算出來的報告 起初我看完之後其實我也嚇到 而且最近經已有球壇人士講到明 如果去到8月還未有比賽的話 他的球會就沒有了錢 這個是搬來的主席 所以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下去 有英超球會破產也真的不奇怪 就好像09年雷曼兄弟破產一樣 在07年的時候你試試在美國問任何人 都不會有人覺得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會崩潰 根本人人都覺得危機是沒有可能會發生 就等於在2017年的時候你問任何個球迷 都沒有球迷會覺得英超球會會破產的 最多都是降班的 更加是沒有可能會有球迷想得到 球季的途中可以突然之間沒有了比賽 但現在確實4月的時候都沒有歐洲的足球比賽 是二次大戰之後第一次 09年金融海嘯雖然對我們絕對有影響 但是當時的足球比賽是依然繼續踢到的 球會最多是賺少些錢 但是這次真的比10年前都嚴重超過10倍有多 更加最大件事的地方就是我們這個人 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無底心談有多深 沒有人可以確實預計到何時才可以球季重開 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叫做一路都沒有比賽的信心危機 球會一路得不到轉播的收入 這一個就中正了某些英超球會的死月 有些英超球會就叫好些 例如最近不停做更公益事業的萬聯 電視轉播收入只不過是佔萬聯的總體收入38% 所以萬聯一定沒有那麼快會破產 有可能可以吃老本捱過今次的世界大事 那破產的機會相對來說就低很多 但是有些英超球會來說就是不同說法 例如是屈福特 電視轉播的收入佔他們的總收入83%都挺誇張 而班尼茅夫就最令人擔心的了 電視轉播收入佔他們總收入的88%接近九成 即是說現階段班尼茅夫是接近死了九成的了 這裡就解釋了為什麼班尼茅夫的主教練 會成為第一個肯接受減薪的教練 因為他都知道今次真是生死全亡之秋也 要不就減住新鮮 要不搞下去就會失業了 而且英超球會不只是面對收入大減的問題 基本上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追兵就叫做收數佬 英超球會目前合共有1.6億英鎊的轉會費負債 英超球會其實是各自互相拖欠大家 幾百萬鎊的轉會費 因為大家都有用分期付款的轉會費方法 如果班尼茅夫不可以履行合約的期限之前 還到錢給屈福特 而屈福特就會同樣地繼續拖欠水晶宮 水晶宮又會同樣繼續拖欠另一些球會 甚至乎拖欠班尼茅夫 那班尼茅夫又會更加快死了 那他死呢 人家又跟著死了 這些叫做骨牌效應 所以不要想著人家死人家破產 跟自己不關事 是息息相關的 那你或者會問 可不可以問銀行借錢還債呢 那這裡又會引發了另一些問題出來 就是那些叫做見高敗見低踩的勢貸炎良 那之前是英超球會有比賽 還有高昂的電視轉播費收入 你問銀行借錢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呢 是成為了沒有得比賽的英超球會 那就是呢 一隻雀仔沒有一隻翼 那還要揹著很多負債 以及高昂的球員薪水 那當你作為球隊的CEO 你問銀行去借錢的時候 銀行就會問回你了 那你什麼時候有回比賽呢 當你答不出的時候 那就是你起身轉身 離開銀行經理房的時候了 那跟著呢 你再回去 跟你的老闆匯報 說銀行不肯借錢啊 那老闆你可不可以再注資啊 老闆就會跟你說 喂我另外的生意都不行的了 根本呢 沒有錢再貼給球會了 賣盤都沒有人接了 這樣 所以最近呢 歐洲足協說放寬財政公平競技條例 去容許那些老闆可以加大 向球會注資都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老闆都自身難保沒有錢 你放寬了都沒有用 正所謂呢 就是收入孤蠍 還要繼續有支出 這些是倒閉的先兆來的 而最大的支出 當然就是球員的人工啦 所以呢 雖然呢 令到球會破產的最大因素 是世界大事 但是最快令到球會破產的因素呢 其實都是球員的人工啊 通常球員的人工支出呢 是佔據著英超球會的總支出六成的 是的 2017年的水晶公呢 更誇張 佔七成八成 所以呢 就會好像有這些搬離主席說的 去到八月就頂不盡 頂不浮的了 八月之後呢 每個星期就會慢慢有 英超球會逐步宣佈破產 嘩真是不說得少的 所以呢 我真是不明白為什麼呢 英超球員還不快點 推出他們的工會呢 要讓步呢 讓他們可以減薪呢 其實呢 有多球員都已經肯減薪的了 只不過是工會不肯的嘛 其實呢 我也理解啊 如果工會這次那麼順滩的話呢 工會都會覺得自己好像變了沒用 這樣呢 那所以呢 工會一定會好像以前那樣 繼續呢 就是企硬拖自決的 那以前行得通啊 因為以前工會和球會談那些呢 是談加薪或者爭取利益 但是今次呢 是談一個叫做拒絕減薪 那需要減薪的一個理由呢 是因為財團沒有錢啊 大哥 那今次的危機呢 是突發性和突殊到你不信啊 一百年呢 都是一遇的 所以呢 很難應變 而應變不切的話呢 就會糟糕 所以呢 英超球員呢 就今次不如 不要再等工會談啦 英超球員 不如和自己的球會談好就算了 不要理工會了 說不定 其實工會都是想這樣樣的 工會呢 他不企硬又不行的嘛 他不企硬又變成沒有存在價值嘛 日後沒有用啦 所以工會說不定 都是想些球員 不如你們自己談吧 不要找我搞啦 那樣的 這樣呢 才是可以真正解決到的問題 至少呢 要談到就是延遲發放 四五六月這三個月的工資 那薪爾頓方面呢 就談到了 成為了第一支成功達成協議的英超球會 那薪爾頓的董事局成員 這個是經理級的人員 所有教練和所有球員呢 都是暫時不拿這三個月的人工啊 那有時患難都會見真情的 那其他英超球會呢 也都開始會仿效的 那另外呢 最近也都聽說一些救兵的 就是英超的主管都說幫一下手的 就是提早向英超球會發放部分的比賽獎金 即是那些呢 根據聯賽榜最終排名的是獎金嘛 那你譬如 你或者你有機會是拿第六至第十位 那我暫時先給你一部分 那對於一些中小型班來說呢 是雪中送炭的 那不過呢 最大的救兵 都是那個了 就是比賽重啟 那最近呢 似乎是有些儲光的 因為呢 英國方面的科技公司 就發明了一個呢 叫做電子健康護照APP 那當呢 就是有國民被驗出中了招 或者中過招呢 這些記錄都是會馬上載去這個 電子健康護照APP 那國民來說呢 每人都有一個是 電子健康護照APP 是下載到他的手機那裡 這樣你才可以去買波費的 買波費的時候呢 現在就掃一掃 有問題就不讓你買 入場之前再掃一掃 這樣呢 才能夠確保到 就是球場裡面 所有人都是乾淨的嘛 那也都會追蹤你 有沒有曾經跟中過招的人 密切接觸過 那做到這樣的話呢 那比賽或者就有信心重開的了 那不過呢 除了球迷乾淨之外呢 參加比賽的所有人都要乾淨自得 所以最近英格蘭的是聯賽教練協會的CEO也都說 是將會要求政府要優先向體育行業的 是人士提供快速測試試制 給多些他們用 這樣才可以給任何參加比賽的球員教練 或者後備球員所有人 球證 在比賽之前快速測試 發現乾淨了 才可以進入球場比賽 而且每一個球員進入這個訓練場地之前 都需要進行快速測試 讓球員有信心來聯播 這樣比賽其實才可以開始的 那德國那邊似乎就開始走得到了 所以德國那邊開始有信心就談 就是討論五月份開始比賽 那德國似乎是早點比賽的那個球 這個是聯賽了 那德國呢 每日是可以進行五萬次的快速測試 那這方面呢 英國就落後很多的 每日只可以一次 一萬次而已 每日只可以一萬次 英國這邊 那現在呢 就趁緊英國政府呢 就盡快每日做到十萬次 做到的話呢 那其實英超呢 就有望開啟了 那這個英國落後了 那如果跟得上的話呢 那六月都有希望可以恢復比賽的 有些英超球會呢 也都見到這個曉光之後呢 就開始通知那群球員 五月中有可能就可以恢復正常的操練了 那跟著呢 就會在兩個月之內 還有呢 就是預下九場英超比賽 那麼聯賽杯方面 聽說都說想踢的 足種杯方面都說想踢的 那應該呢 就是兩個月下去搞 那等到呢 就是這個 歐洲每一個國家 都完成了他們分別的聯賽 而且開始都大家安全起來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開始進行一個叫做 跨國家的歐洲比賽 就是歐聯歐霸 那所以呢 歐聯歐霸 就是說八月才開始踢的 那現在唯一的問題呢 就是所有的比賽 可能會踢到九月 也就是說呢 將會和下一季開賽的時間很近的 所以中間呢 就變了沒有休息時間了 國際冠軍杯呢 也都宣佈是暫停一連 也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的球員呢 就變了是放暑假的了 當放暑假的了 那上個月呢 我們其實依然是悲觀到 可能以為呢 是賽季要取消 甚至十月才可以開波 那但是現在有了快速測試 和各路的科技的幫忙之後呢 歐洲各國的壞消息就開始減少了 那現在來說呢 也都希望呢 就是各界要盡力 那希望呢 是六月開波的 那似乎呢 是有點曙光的 那利物浦英超冠軍都正在回來了 所以我們作為球員呢 更加需要自律啦 減少不必要的外出啦 等壞消息的數字更加減少啦 那這樣呢 我們才可以盡快在八月之前呢 就回復正常生活 八月之前回復生活的話呢 回復比賽的話呢 英超球會就不用破產的了 那我們外大英超球會呢 就不會有事了 我們當然就不會希望任何一間英超球會會破產收場的嘛 所以呢 我們要是自律 要留在家裡啊 好啊 來到這裏呢 大家都要自律啦 按廣告 按廣告 但廣告視窗出來播出有聲廣告片 他like、share、subscribe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有些收入 多謝了 那記得呢 就是要訂閱、按鐘仔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用25元做頻道專屬會員 Patreon三元美金資助啦 不要裝擋廣告程式啦 播出有聲廣告片 不要喵條聲啦 我們就是 明天再見 拜拜